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现在看,这两块盘是不是就特赞了一块盘 已经在各种界,已经在搭个界,两样是组成一个地盘 人员你需要,是不是可以随时在里面混合 混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去选用哪一个这个盘锁 它要更加迷惑,多练,它适合的就是什么 当硬盘不过的时候,是不是就练了什么混合 然后,这个除了本盘之外,是不是还可以随便照顾盘 甚至都可以读用的盘,随便照顾盘就加进来 比如说,把第一块盘再加下来,6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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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那这样的话,它是要,在南面是要连独头的多不多 那么,但是它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扩大和缩小,这个分区的大小 没错了 没错了 但是,它不具备这个数据融鱼的功能 什么叫融鱼啊?就是危险 这是跨区卷 再来说一下带区卷 对吧 对 带区卷也同样不具备这个数据融鱼的办事 首先,它跟刚刚这个跨区卷一样 必须最少有两块区卷 否则就不是跨区了 是不是就是简单区了 有些吗 那这里也是,必须最少有两块区 其次呢 其次呢 这个东西比刚刚不一样了 什么 对吧 空间 每块硬盘启动的空间必须一致 OK 刚刚不是吧 我工作的时候有个大小小 是不是选择来吧 那么 每块的空间大小的一致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这样的解 假设 我有一个十个字的文件 要把这个分区离口 OK 那我就知道 硬盘的速度是不是最慢了 是不是最慢了 但是 这个十个字的数据可以干嘛 它会分别写入不同的词 那也就是说 你会用它的写的速度 假设每两个五十兆 那三块一盘同时写 那它是不是理论上来说 存储同一个大小的文件 是不是速度会翻三倍 但是只是理论上 不会把它都快 但是 它是我们所有动态词盘当中 读写效率最高的 它是我们往里写 往外读效率最高的 因为它相当于把文件增加 然后平行的写入 明白 但是 它同样不具备数据中的功能 但是 比刚刚的这个跨区卷 是不是要先进一下 跨区卷是不是只有一个 增长和增加的这个效率 这个功能 OK 它和简单论别 最大的效率是这个 就是这个 看吧 其实我们说 这些盘是没办法再改成动态词盘 不是 能改成动态词盘 但是不能改成跨区卷 只能用简单词 听懂吗 那如果是那种 如果那个 入盘 先把这个词盘的 有可能会崩溃 但是 你可以试试 好吧 不是 没关系 我知道 没关系 我们才不行 它有盘都没有 分区都没有 你得先分区了 分区直接改了 应该 我就让人家没问题 OK 是 好的 各位 我们说 我们的跨区 先说 简单论是否最起立法 它在办法 简单论效果在办法 为什么要做线线 为什么要跨区卷 它能简单论先进在哪儿 它是不是能去 可能在多个司法的时候 随便去解 是否要主餐 如果 那肯定跨区卷 是否应该是最常用的 因为一块区卷 在我装系统的时候 一般是来的空间的网址 全部都沾进来了 然后代区卷 对它的先进的素材 它是不是相当多的 就是把人家拆分成三块的图出来写 它的逐选效率是最高 你们知道办事货路的限制是什么 那我们试试 我是不是还剩点空间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创建的是什么 带记转吧 然后下一步 我把三块瓷盘是不是都加进来 这个时候我每块瓷盘用6个计 但是你看 三块瓷盘都变了吧 它必须一致 改成不一样 带记转无法创建 能不能啊 那么下一步我们试试啊 F盘 看啊 这种是 这块是这样的 你有这个分区 它是不是才出现这个标志 没有是没有 对吧 那现在 每块瓷盘是不是都是6个计 那我要问你 F盘的大小是多大 18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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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吧 它的好处是 它是不是既具备了之前的那个性能的好处 可以动弹墙的大小 对吧 但是缺点是什么 它的数据是不是必须 比三块盘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 但是我们说 越到后面的这种 动弹期盘格式 它是不是就越先进 好处是不是就越多 但是限制是不是就越来越严格 能不能啊 基本卷 或者是跨区卷 是不是应该是最灵活的 随便就灵活了 能不能啊 能不能这样 啊 这是再区卷 有没有问题 它这个如果三块盘完 有一块坏了 嗯 它会再加块新的 不会 不会 我说了没有数据容易公布 我一直在说吧 坏了干嘛 整个分区里所有数据全部就是 OK 那有个说 任何一块一块坏 整个分区是不是 所有数据全部就是 那这是不是就是它最大问题 这是不是就是它最大问题 是吗 没有容易吧 能不能说什么 那么 那么 这是新建再区卷 这个多几件事 我没啥说的 好吧 我们来说 金向卷 金向卷指的是什么 首先 它只能有两块瓷盘俗成 比刚刚的限制是要多了 啊 那么 它只能有两块瓷盘俗成 OK 那么 不像刚刚 就是大于两块这些 然后呢 两块瓷盘的大小必须一致 OK 然后呢 它支持瓷盘融入 一块一块小块 数据不会丢失 但是 硬盘的空间利用率只有50% 想一想 它相当于 它相当于 两个瓷盘各拿出十个计 组成一个分区 但是 这个分区大小只有十个计 两块瓷盘各拿十个计 十分间十万计 啊 但是它实际使用分间只有十个计 说你啥 相当于啥 把一个数据有两个分区里边是各存的一份 两个卷给各存的一份 能不能够到 其实是完整位的 好说 就是换一盘 数据多了 不多了 缺点 写入数据会的最大 为啥 我们说了 硬盘是个最大的价格 你把一个硬盘的写出就够了 然后把两个硬盘写成一样了 那是个最大数 但是好说是什么 足不安全 能不能够 还有个缺点 它在硬盘数据耗入数就比较精确 能不能够 那么 我们把这两个 从这里开始 从带区卷开始 就叫做Rude Rude IARD 磁盘震略 磁盘震略 OK 那这个是Rude 0 我们把它称作 Rude0 0几个硬盘 OK 也就是说 再取决 一块数据的时候 分成三块块 同时在那里面写 好说 纯统数据块 然后呢 没有磁盘 好 这个 没有磁盘容易吧 对 那 这种我们叫做 硬盘 好说 有些人就缺点 硬盘水好就大 然后呢 血流速度就大 能不能 啊 还有另外一个折衷的 我们做一个镜像卷试试 好吧 OK 我把跨曲卷删掉,好吧 好了,我现在,新建带曲卷 不是,镜像卷 对吧 首先,镜像卷在这里,新建,镜像卷 镜像卷只能两块一块 看,还能再加吗 这三块一块还能加出来吗 不能了吗 其次呢,它的大小时候必须去 假设我每块一盘八个几 可不可以 其次呢,保存下一步 快速乐视化 给它给的是不是地盘 给的是不是地盘 那我来看看地盘多大 按理说,两个八戒组成的应该是十五戒 但是,看,多大 只有八个戒 原来,它是不是完全来做硬盘配分的 能听到吗 那各位,那我们就发现了 不管是锐的零 还是锐的一 我们发现了,不管是锐的零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啊,锐的零是啥 是不是小的速度快但是没有容易 但是锐的机呢 小的速度快但是有容易 对吧,所以啊各位 我们就会出现什么 别瞎说啊,锐的零一和锐的一零 什么叫锐的零一呢 看啊,我拿两块硬盘出来 大小一致,两个假设实际的 他们先组成锐的零 锐的零 锐的零的好处 多一点速度快 是为,但是吃的零一盘大小就行事 但是它没有必要是两块一盘 三块一盘可以吗 可以吧 啊,组成一个锐的零 然后呢,我再拿出来同样大小的三块一盘 再组织一个锐的零 明白,说什么 然后,把这两个锐的零组成了分区 再组成锐的零 看着我来说什么 首先锐的零是不是只能往里写的速度 但是速度是不快 相关于什么 只要来一个数据 是不是在这个锐的零 在这个锐的零 在这个锐的零 就是锐的零 您知道 先组建锐的零 再组建锐的零 那反过来吧 先组建锐的零 那这个时候就只能是两个 两块一块 先做锐的零 备份 OK OK 然后再把它组成什么 锐的零 效果一致 是不是都是 就是既有位在锐的零 写的速度 这样的话是做的折动 只是需要更多锐的零盘 就是要是需要速度 听懂啊 各位 在实际功能当中 日本人和锐的零 都会有很大使用 但是 当我们对一些 硬盘的安全性 或者说要是较高 不想让它丢 那么我们就会 花一个比较夸张的时间 和硬盘数量 组织锐的零一 或者组织锐的零一 组织锐的零一 这样做它是安全效果最好 因为 真意评测完 不可能全部的零一 有没有 一般是有半疑的 那么什么不会影响 这个数学 就是 明白 一般是组织零一 零一 所以组织零一 零一很少做 我问你啊 假设这个问题它坏了 能修复吗 对 瑞的零是没有修处工具的 只能办法 把这个指责是拆掉 然后 把这个数学 就剩下三块一盘 然后 再重新组织 重新贡献起来 麻烦得多 那如果是瑞一呢 瑞的一是什么 它不光是 把两个一盘球 重新就剩下三块一盘 而是什么 而且什么 它是有修复命运的 也就是说 你不是坏人坏坏 我看 把这块一盘取走 隆同样子穿上 然后 换一块新的盘 因为那盘就可以 直接把这块一盘修复 它就可以重新组织 了瑞的零一 明白 再说 瑞的零是没有农的功能吧 瑞的零一是才有 对 那如果 你先把瑞的零 修复起来 就会变得一场麻烦 所以 一般会做什么 瑞的零一 而不会做 瑞的零一 所以你们一般会听说瑞的石 瑞的零一 只是一个这样的简单 一般都不容易 简单 简单是瑞的石 听懂吗 我第一次听说瑞的石的时候 把我打蒙了 我说瑞的还有石 后来才听说 原来是你自己的二户 然后有人欺误 但是 厌识的 你是不是不能挑别人 是别人挑你了 他真说瑞的石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意思 也行 别骂啊 说你干二户 别干这些了 因为不如咱上课 好了 瑞的零一的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这只是你的这样的值 后来 我们在另一段中 滚下 看如何舒服 OK 其实咱们到这里更好 更简单 是啥 我刚刚 煮完了 这是不是瑞的 这个是几 瑞的解 对吧 忘了啊 这 这是有镜像权 对吧 瑞的零 那么假设我们 嗯 某一块有这个 打不着你 啊 就 某个焦灵 你做 这边断电 啊 断电 把这块磁盘 闪掉 明白我说的吗 通过物理来做 把它断电 然后呢 我就做了 比较麻烦 你们下来自己试试 把这块磁盘给移除 然后 起动 那这个分区是不是铁键 不能用啊 然后呢 这里就可以干嘛 看 中段镜像 把这个 把这块磁确定中段 把这个一个镜像给烤走 能不能啊 然后呢 烤断之后呢 断电 再干嘛 加入一块 然后这里就可以修复 然后右肩一点就可以修复 明白 简单 从这一段好处 下个自己试试 OK OK 非常简单 比较麻烦 需要冲击好几次 自己试试 知道吗 其实不用 你冲击一次就行 没啥 很明大关键 是会把那个 旧的身份删掉 然后再新建一个新的 前面身份不一样 啊 然后直接起动一次 就可以看到 明白 我说什么 把旧的衣服把新的加进来 然后就是数据备份 然后 所以这种还得放点数据 烤起个文档 然后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的 还能用 只要充分了这 东西那边好处 那要是 那要是 就是咬的还好 我们讲的 冰击几次的时候再收 OK 好了 入个零和锐几次